那是将世尊的教导写成文字的书 最初是以印度语写成的 因为世尊的教导自印度传到中国 所以被译成中国语 我们现在所听的经文 大部分是由中国传到日本的 因此全是汉文我们不亦了解 可是如果能了解其意义 事实上内容却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里面写的是我们实有同感 永远不变的真理 同时经文不是为死人 而是为活着的我们而写的 那么现在就从数不清的经文中 选出我们经常耳闻的 佛说奥密陀经来介绍给大家 佛典故事 极乐净土 佛说奥密陀经 距今约两千五百年前 印度山路的某个洞窟中 世尊曾经告诉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众人面前送出的是 世尊弟子之一的阿南 他是听过世尊所有教会 正确无误地流传给我们的人 有一次世尊在居萨罗国的首都 设位成的奇云经社里 跟一千两百五十名弟子在一块 每个都是德高望重的人 以长老的社里佛为首 墓连大家瑟等人 另外还有文书菩萨等许多菩萨都在 我记得世尊是这么告诉长老 社里佛 社里佛啊 这个奥密陀经是经文中很少见的 经文中没有人向世尊发问 被称为智慧第一的弟子 社里佛也只有倾听的份 向西越过十万亿诸佛国度的地方 有个世界叫做极乐净土 那里有个名叫阿弥陀的佛 现在正在说法 世尊最先说极乐净土在西方 为何在西方呢 因为西方是太阳沉没 月亮沉没 一切万物回归的地方 表示我们最后回归的地方 还是西方这个方位最适合 世尊接着说 极乐净土是在越过十万亿诸佛国度的地方 十万亿是无限的意思 所以不是实际的距离 我们可以看作是到理想的真实世界的一个表现 这个真实世界就是极乐净土 世尊说 那里有位叫做阿弥陀无比尊贵的佛 而且说阿弥陀佛现在正在说法 现在不只是世尊那个时代 也是2500年后我们的这个时代 那是永远的现在 社尊 社尊佛啊 那个国度之所以被称为极乐净土 是因为那里的人没有任何痛苦 只有各种快乐 社尊说 人世充满了许多的痛苦 我们出生 长大 生病 老死 想要的不一定都可以得得到 必须要和心爱的人离别 也必须面对讨厌的人 也就是说 只要活着就无法如愿的痛苦世界 另一方面 阿弥陀佛的世界不止没有那些痛苦 而且还有无上的快乐 所以那个世界被称为极乐净土 那么那个极乐净土到底是怎样的世界呢 社利佛啊 极乐净土有七重的蓝巡 有七重诸室 还有七重杭树 而这些都是由金 银 琉璃跟水晶 四种宝物装饰 遍及整个国度 相互辉映 社利佛啊 极乐净土也有七宝石 供奉八大功德 且甘甜清美的水 水流不断 池底铺着细金沙 印度是炎热干燥的国家 对人们而言 阴凉的树和冰凉清净的水是非常珍贵的宝物 所以 世尊要形容净土的魅力 就先提起树与水的美 以表示净土之好 世尊说了七重蓝巡 七重诸室 以及七重杭树 池的四周 有金银流离 以及用玻璃组成的台阶 爬上那里 就有耀眼的阁楼 阁楼也是有金 银 琉璃 玻璃 水晶 珊瑚 还有玛瑙等美丽的物品装饰着 池中有莲花绽开 像车轮一样大 蓝花 黄花 红花 白花 每朵花都独自放出美丽的光芒 也放出清高优雅的香味 光与陀佛的净土不像我们的世界 因阳光而反映色彩 而是原本就放出光彩的 舍利佛 极乐净土原来充满这么多 美丽而且纯净的东西 舍利佛 在阿弥陀佛的国度里 悠扬的音乐缭绕不断 金黄色的大地每天不分昼夜 天上的曼陀罗花飘落如下雨一般 那个国度的住民在清凉的早晨到来后 就以一泻成取美丽的花 为了现花给其他国度的供佛而出去 现花晚后就回到极乐净土吃午餐 他在黄金的土地上 在附近沉静地行走 舍利佛啊 极乐净土是这么美丽 是奥弥陀佛的心愿所造成的世界 还有舍利佛啊 那个国度拥有许多花般绚烂的珍稀鸟儿 非常美丽 有白鹤 孔雀 鹦鹉 舍利 嘉林平且 共鸣之鸟 这些鸟儿不断唱出高雅宜人的声音 那声音传达出到达正确误道境地之道 就在净土的人听到这个 大家通通念佛 念法 念僧 佛 法 僧 佛是佛陀 得道引导众生的人 法是佛的教导 僧是接受教导追求悟道的僧 这称作三宝 对佛教徒而言 是三个极为重要的宝物 然而舍利佛啊 在此有一件事要注意 你不可认为那些鸟 是因为前世犯错而转入畜生道的 因为极乐净土没有因罪而显现的地狱 恶鬼 畜生等等三恶道 极乐净土是一切平等的国度 三恶道是可怕的迷惑世界 首先是地狱 这里是因愤怒恨而死的人 为了长醉而在这里接受身心极度的痛苦 第二个 恶鬼界是贪欲不施舍者 接受饥渴痛苦的世界 最后的畜生界 是忘恩负义 瓦连贤之者的世界 极乐净土 连畜生这个名词都没有 自然也就没有畜生的存在 所以说 在净土飞翔的这些鸟儿 都是欧弥陀佛为了弘法 将心愿化成各种颜色形状的东西 因是畜生的鸟儿 为何会在极乐净土呢 这可能是 世尊预料当时的人 可能有此疑问所讲的吧 从以上的话 可以察觉到 世尊的这个想法 不只是鸟儿 极乐净土全体 就是欧弥陀佛的愿 所显现的世界 摄利佛啊 极乐净土全境 由清爽的微风吹拂 吹过宝树大道和诸事 奏出美丽的音乐 那个声音 宛如百千种的音乐 同时奏出 听到的每个人 都不由自主地在心底 念佛 念法 念僧 修养心性 摄利佛啊 原来极乐净土 是这么样的 祥和无限的世界啊 到此为止 世尊一直解说 美丽光明的极乐净土 将我们必须追求的 真实世界 以最浅显易懂的说法 来开导 还有摄利佛啊 你觉得怎样 那个伟大的佛 为什么要称为 欧弥陀佛呢 摄利佛啊 那个佛的光明无限 照明了十方国度 并且无所不在 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阻挡住它 所以才称作欧弥陀 也就是 无量的光明佛的意思 世尊终于在这里 谈到欧弥陀佛本身了 欧弥陀佛是光明的佛 他的光明没有尽头 他的光明照射到 每个世界的角落 净土祖师说 智慧的光明无尽头 法身的光轮也没有尽头 照亮世间众生 受到这个智慧的光明照耀 让我们首次地知道了 真正的自我 还有摄利佛啊 佛的寿命和那个国度众生的寿命一样无限 跨越无法计算的长久时间 所以才被称为是欧弥陀 所以才被称为是欧弥陀 欧弥陀佛是世尊使用的古印度语 欧是否定语 弥陀是测量之意 合起来就是不可测的无量之意 世尊说 欧弥陀的光明是无量的 现在他又说 欧弥陀的寿命是无限差 也就是说 欧弥陀佛拥有永恒的光与力 随时都引导着我们的佛 还有摄利佛啊 那个佛的门下 有数不清的生文弟子 他们都得到阿罗汉的悟果 菩萨的人数也一样非常的多 生文是听佛教导而悟道的人 阿罗汉是生文者中 脱离迷惑烦恼的尊贵者 菩萨是更凌驾其上 引导迷途的人们 未来以成佛为目标者 当然 阿弥陀佛的净土是一切平等的世界 所以弟子间也没什么差别 大家都得到阿弥陀佛开导而悟道 所以这里和刚才讲的鸟儿一样 纵使是生文 阿罗汉 菩萨也不因而有差别其事 尊贵佛啊 净土的每个人可以祈愿转生到阿弥陀佛的净土 这个世间被烦恼污染 没有人是清净的 所以说你们每个人都应该祈愿 要转生到能跟许多圣者同处一地共同相会的净土 同处一地相会 也就是所谓的聚会一处 转生到极乐净土的话 就能和圣者们以及死去的双亲兽族在一起 大家一起得阿弥陀佛开导 悟道成佛 世尊的这些话 后来不知安慰了多少人 鼓励了多少人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 才能转生到极乐净土呢 现在就到了阿弥陀经最重要的一段 世尊最先说 祈愿 也就是祈愿自己能转生到那个国度 可是摄利佛啊 即使我们都能积一些修行 还是无法转生到那个国度 世尊说积一些修行还不够 那么积很多修行就可以了吗 好像也不是这样 不论是多么优秀的人 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 而且还有自以为做了善事的自满和心态在里面 净土祖师把这个称为自立 自立 凭借自己的力量成佛悟道 以达解脱之境 净土祖师认为 自立绝无法达成心愿 那么失去自立意图的我们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摄利佛啊 如果这里有善男子善女人 文说阿弥陀佛支持名号 名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名称 支持其名号就是保持赞畅其名号 立刻得救的信心 支持其名号也就是念佛 支持名号者 或是一日 或是二日 或是三日 或是四日 或是五日 或是六日 或是七日 一心不乱 称其名者 一日 或七日 都可以 重要的 不是日数 或念的次数 重要的是 相信阿弥陀佛的拯救 支持其名号 不可以有杂念 只要专心赞唱南无阿弥陀佛即可 当那个信者的寿命将尽时 阿弥陀佛会和许多圣者 出现在信者面前 接引他到西方 一直到信者逝去 离开人间 信者的心也将不会迷惑 转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去了 净土宗的开祖 认为阿弥陀经的这一段 有很深的含义 历代祖师说 不只是我相信 阿弥陀佛这六字名号 也给予了我们信心 阿弥陀佛在成佛前 发下拯救一切众生的大愿 如今 大愿达成 化成了六字名号 所以 当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时 阿弥陀佛的力量 就发挥在我们的身上 这个就称为他力 不是以自力修行悟道 而是求助阿弥陀佛之力 相信阿弥陀佛拯救众生之愿 这就是二力念佛 这才是真的念佛 是罪孽深重 沉溺于欲望中的我们 唯一能转生到极乐净土的方法 这就是历代祖师告诉我们的 当我们赞唱阿弥陀佛时 阿弥陀佛一定马上出现 对了 不必等待临终 现在就可以得到 转生极乐净土的保证 净土祖师认为 这就是世尊讲解 阿弥陀佛经的真正用意 舍利佛啊 我就是知道 有这种大利益的事 才会说这个法的 舍利佛啊 赞美阿弥陀佛的 神奇功德的人 不只是我一个而已 在东方世界也有 南方世界也有 西方世界也有 北方世界也有 下方世界也有 上方世界也有 多得像横河细沙的诸佛 也会出现在中国度 献献他庄严的姿态 来说这个法 人们啊 这个阿弥陀佛的神秘功德 我们和一切的佛都赞美您 并且敬仰您 这个被称为诸佛的证明 本经的真实度 连六方诸佛都有来证明 舍利佛 经过这样的说明 你知道本经被诸佛赞赏的原因了吧 将此经称为 《阿弥陀经》的 是《易经》的三论宗 焦摩罗什法师 舍利佛啊 如果善男子善女子 相信诸佛赞赏的《阿弥陀经》 听得此经的善男子善女子 在这世间就会得到 诸佛的保佑 而且能得到心灵的安宁 以及得到对无常的顿悟 在这里 听这句话很重要 不只是耳听 而且要心悦诚服地相信 只有心无怀疑者 才会被诸佛保护 得到对无常的顿悟 刚才净土祖师所说的话 其正确性在此得到了印证 所以舍利佛啊 你们一定要深深相信 这个阿弥陀佛的教导 不必有任何的怀疑 舍利佛啊 如果人们之中 有人已经祈愿 或是现在祈愿 或是将来祈愿 想转生到 阿弥陀佛的国度的 将可以得到 佛的悟道境地 转生到极乐净土 或者是将来转生到 极乐净土 所以舍利佛啊 众多的善男子 善女子啊 诚心相信刚才我所讲解的 不容有任何的怀疑 你们一定可以转生到极乐净土 舍利佛啊 我刚刚谈到 诸佛赞美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的功德 而诸佛也同时赞美我 讲解阿弥陀佛的由来 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功德 他们都这么说的 世尊完成世间最困难的事 深于五种污浊的世界里 却为众生讲解着 超越所有经书的 阿弥陀佛经 佛说 我们的世界充满了五种污浊 在此所讲的污浊 就是杰浊 见浊 烦恼浊 众生浊 命浊 杰浊 是环境污染 犯罪 疫病 战争等 见浊 是心怀邪恶的想法 烦恼浊 是贪心 愤怒 不满等烦恼 众生浊 被肆域主宰的恶念 命浊 是寿命简短之事 就是这五个 舍利佛啊 你要记好 生在这种污浊的世界 我成佛了 我成佛了 而现在为了世间的众生 说了阿弥陀佛的救人之愿 回想起来 途中充满了苦劳之事 我之所以能成道 不能不说是受助于阿弥陀佛的 就这样 世间以自己的说法 及诸佛的证明 证实了阿弥陀佛 永远拯救众生之愿 阿弥陀佛 为了无法自立修行的我们 将得救的一切方法 缩入 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名号中 现在 仍然的暗中在帮助我们 世尊这样说完法 以设立佛为首 众弟子和菩萨听完世尊的说法 大为欢喜 向世尊深深摩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